你太狠狠了 女主格雷斯肤白貌美 只是出身不好 从小在寄养家庭长大 她从没想过灰姑娘的故事 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直到18个月前 格雷斯邂逅了亚里克斯 一个帅气又多金的富二代 有钱不是关键 重要的是有钱还只爱你一个人 这谁能受得了 于是格雷斯变成了恋爱脑 两人感情更是突飞猛进 如今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因为结婚的关系 由于某种原因 离家出走的亚里克斯 不得不带着格雷斯 回到自己富丽堂皇的老家 举办婚礼 亚里克斯的家人 住在一栋历史悠久 富贵豪华的古堡中 整个家族在美国内战时期 就已经是娱乐棋牌类生意的巨头 如今更是身家亿万 有权有势 一想到两人身份悬殊 婚礼上还要面对那么多社会名流 格雷斯难免有些紧张 仪式开始前 亚里克斯的哥哥丹尼尔来到房间 对格雷斯说 你现在逃跑还来得及 你不属于这个家庭 以为对方只是单纯的看不起自己 格雷斯并没有把丹尼尔的话放在心上 紧接着 亚里克斯也认真地问格雷斯 你愿意和我私奔吗 现在离开还来得及 格雷斯虽然感到奇怪 但依然想得到婆家人的认可 亚里克斯的好意只好心灵了 婚礼现场浪漫而温馨 虽然婆家人的眼神有些诡异 格雷斯并没有多想 可能是自己贫穷的身份 婆家人一时半会儿还不能接受 况且豪门家族里的关系本就复杂 心里有点小九九也很正常 洞房花着夜 小夫妻激情满满 正准备奏响爱的交响乐 突然站在门口的人影 吓了格雷斯一大跳 原来是海琳姑妈 她让两人赶紧去客厅 亚里克斯告诉格雷斯 根据家族传统 新娘子必须在午夜时分参加一场游戏 这比婚礼还要重要 只有赢了才能得到家族长辈们的认可 正式成为家族的一员 这算是什么奇葩规矩 格雷斯下意识就想拒绝 转移想 自己嫁的可是拥有古堡的一碗家族 玩个游戏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 而游戏的内容则是 要求新娘要从一个祖传的小盒子里抽牌 纸牌上写着什么就玩什么 可能是双路棋 也可能是跳跳棋 按照亚里克斯的说法 他们家正是靠着这个游戏发家致富的 为了和亿万婆家人处好关系 格雷斯最终半推半就的来到客厅 看到一大家子都没睡觉 格雷斯多少有些震惊 一个游戏而已 丹尼尔的姐姐艾米丽和丈夫胖哥 连婚礼都没来 却连夜开四人飞机赶来玩游戏 游戏开始前五分钟 亚里克斯的父亲托尼 带着众人走进一间密室 墙上一个手持猎枪的男人画像 引起了格雷斯的注意 他正是亚里克斯的曾祖父维克多 作为新人 托尼向格雷斯讲起了家族故事 多年以前 维克多只是商船上的一名水手 日子过得很艰苦 直到后来 他在船上遇到了收藏家勒贝尔先生 两人秩序相投 都对概率游戏很感兴趣 于是 勒贝尔用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木盒 和维克多打赌 如果在船靠岸之前 他能打开盒子 就会资助他的任何决定 最后维克多赢了 拿着勒贝尔的投资金 他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成就了今天的家业 也是从发家的那天起 每当家族中有了新成员 都要在木盒里 加一张空牌扑克牌 有新成员抽牌 勒贝尔会决定 接下来玩什么 丹尼尔的妻子短发妹 说他嫁进来的时候 抽到了象棋 胖哥则抽到了跳跳棋 诡异是有点诡异 但大家都玩了 应该不会怎么样吧 抱着这样的想法 格雷斯果断抽牌 看着牌面上的文字 他笑了 原来是捉迷藏 这还不简单 然而在场的所有人 全都沉默了 显然这里的捉迷藏 和想象中的并不一样 游戏规则很简单 豪宅锁门锁窗 关闭摄像头 格雷斯只要在这里 躲藏一晚上 不被家族成员找到 就算过关 时间到游戏正式开始 然而格雷斯前脚刚走 托尼就开始给大家 分发武器 枪 斧头 弩箭 五花八门的武器 全用上了 这哪是捉迷藏的画风 明明就是阿富汗 绝地求生的剧本呀 这时候 只有亚历克斯 坐在沙发上 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母亲让他待在这里 不要轻举妄动 格雷斯并没有意识到 针对他的猎杀行动 已经拉开序幕 仅仅把这 当成一场普通游戏 为了尽快结束好睡觉 格雷斯躲进厨房 上菜的升降机里 过了好一会儿 外面一直没动静 格雷斯觉得无聊 又从里面跑了出来 女佣听到脚步声 以为小少爷醒了 赶紧去卧室查看 还好格雷斯躲在角落里 没有被发现 就在这时 一双手捂住格雷斯嘴巴 不是别人 正是躲过家人眼线的亚历克斯 他把格雷斯拉进房间 正准备说出真相 结果女佣走了进来 两人只好躲在床尾 这时 门外传来声音 女佣刚走过去 就被一枪爆头 紧接着 外面传来艾米丽的叫喊声 艾米丽以为杀死了格雷斯 来到房间 才发现杀错了人 格雷斯终于明白 这玩的哪是游戏 是人命啊 托尼等人闻声赶来 从他们的对话中 格雷斯这才知道 他们要拿自己当祭品 怪不得之前 亚历克斯要离家出走 这妥妥的邪教家族呀 原来 维克多和神秘的勒贝尔先生 达成协议 虽然获得了巨额财富 但作为代价 他们要将抽中 捉迷藏游戏的人 献祭给维克多 否则 所有财富都要被收回 家族缠缘 也会受到诅咒 得知真相的格雷斯很崩溃 他质问亚历克斯 明知道抽中捉迷藏 会有什么后果 为什么还要带他回来 亚历克斯也很绝望 在他的记忆中 从来没人抽中过这张牌 这么小的概率 谁知道偏偏被你碰上了呢 亚历克斯告诉格雷斯 玩下去还有深的可能 要是不玩 后果很惨 以前他的博祖父不屈服 结果第二天 他一家老小全都死了 听到这 格雷斯只能硬着头皮玩下去 两人的争吵声 被楼下正在蹲坑的胖哥听到了 这哥们也是惨 都不知道手上的弩剑怎么用 只能临时看网上教学来恶步 作为战武渣 胖哥只想苟到最后 所以并没有上去找人 方便行动 格雷斯扯掉了爱事的裙摆 结果刚出门 就遇到了托尼 丹尼尔和海灵姑妈 转身要跑 又遇到了艾米丽 所幸艾米丽是个苗边大师 打了半天一发都没中 反而被格雷斯躲进了桌球室 不久后 格雷斯就发现 这里的窗户根本打不开 电话也没信号 就在他陷入绝望之际 丹尼尔走了进来 看得出来他并不认可家族传统 但又无力改变现状 于是给了格雷斯 十秒的逃跑时间 等托尼等人找到这里 格雷斯早就不在了 得知艾米丽丢了枪 胖哥连忙将弩箭 递到他的手上 结果下一秒 又一个女佣 不幸被艾米丽误杀 短发妹有个想法 干脆拿女佣冒充格雷斯 此话一出 姑妈坚决反对 被献祭的只能是新娘 而必须在天亮前杀死格雷斯 否则所有人都要完蛋 为了提高效率 婆婆提议打开摄像头 与此同时 格雷斯没有座椅待毙 他来到密室 拿到维克多生前用过的猎枪 准备从厨房后门逃跑 好死不死 管家偏偏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 格雷斯只好躲在桌子下面 似漆而动 好不容易主动出击 结果傻眼 密室里的子弹竟然是假的 格雷斯眼疾手快 抄起桌上的水壶 狠狠砸在管家头上 之后火速逃离了现场 托尼来到监控室 发现监控和安保系统 都已经被亚历克斯破坏 气急败坏的托尼 掐住了他的脖子 亚历克斯也不给轻爹面子 掐得比他更狠 在丹尼尔的劝说下 亚历克斯才肯松手 趁他放松戒备 丹尼尔也一进闷拳 将亚历克斯放倒在地 甘心再出乱子 他们干脆把亚历克斯绑在床头 逃亡途中 格雷斯遇到一个女佣 他正惊恐地躲在升降机里 女佣楚楚可怜地对格雷斯说 他什么都不知道 格雷斯动了恻隐之心 承诺会想办法带他一起离开 可人心难测 女佣压根不是好人 大叫着人在这里 慌乱中 格雷斯意外按倒升降机的开关 作死女佣 被拦腰斩成了两半 随后 格雷斯从窗户上跳了下来 胖哥光顾着和网友聊天 完全没看到 有钱人的院子实在太大了 格雷斯一路狂奔 半天也没到门口 这时 不远处闪动着手电筒的微光 担心暴露 格雷斯躲进羊卷 灯光越来越近 原来是小少爷 格雷斯松了一口气 好险 他哪里知道 佛家是全员恶人 小少爷开枪打穿了格雷斯的手掌 一怒之下 格雷斯将其打晕了 然而慌乱中 他绝一不小心掉进一个深坑里 里面的空气 弥漫着浓烈的湿臭味 耳边不时响起苍蝇音音的叫声 眼前的场景更是让人震惊 满地的森森白骨 除了一具人类遗骸 其余都是山羊 看来除了献祭活人 这些山羊也是这家人的常规祭品 至于遗骸的真实身份 早在故事开头就说明了 三十年前 姑妈的丈夫躲迷藏失败 惨遭献祭 这具遗骸正是他的 格雷斯顺着木梯艰难的往上爬 临门一脚 还被边缘的铁钉砸伤 可怜的左手承受了太多 格雷斯强忍剧痛 把手拔了出来 脱困后 私下婚纱简单包扎 然而 当他又一次逃到外面时 却被守住带兔的短发妹发现 好在子弹打偏了 短发妹不甘心 吩咐管家开车拦截 很快 格雷斯逃到门口 成功拦下一辆过路车 车主会建议勇为吗 不可能 不仅没救人 还对他骂骂咧咧 看着扬长而去的车辆 格雷斯气得口吐芬芳 开车追了过来 格雷斯只能往树林里跑 但最后还是被管家扑倒在地 对方人高马大 格雷斯并没有放弃 抓住机会 死死勒住管家的脖子 直到对方没了动静 他才坐车逃亡 上车的第一件事 打开报警系统 没想到 这是一辆报尸的车 报警系统不报警 反而自动切断通讯系统 就在这时 醒过来的管家又杀了过来 他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麻醉枪 射中了格雷斯的身体 很快 格雷斯渐渐失去了意识 恍惚间 他似乎看到了亚里克斯 说要带他远走高飞 可惜这都是幻觉 男人靠不住 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啊 管家得意洋洋的 向豪宅里的人汇报战果 殊不知 格雷斯已经清醒 争斗过程中 车辆失控发生车祸 管家当场领盒饭 格雷斯爬出车厢 却遇到了丹尼尔 虽然于心不忍 但机杰的托尼正在暗中观察 没办法 丹尼尔只好将他打晕 等到醒来 格雷斯发现自己 被婆家人绑在密室的桌子上 献祭仪式正式开始 一家人穿着长袍围在桌子旁 他们一边念着咒语 一边喝下瓶子里的神秘液体 托尼则手握短剑 准备刺死格雷斯 突然意外发生 喝了液体的成员们 全都口吐黑血 显然是中毒了 下毒的人正是丹尼尔 毒药剂量并不致死 一个星期后就能康复 趁所有人无暇顾忌时 丹尼尔带着格雷斯逃出密室 然而没走多远 短发妹追了出来 为了摆脱诅咒 他竟亲手送走了自己的丈夫 丹尼尔倒在血迫中 奄奄一息 格雷斯夺走短发妹的手枪 可惜已经没有子弹 好在武力值略胜一筹 丹尼尔让格雷斯赶紧逃 不过逃亡之路并不好走 刚解决短发妹 又遇到了托尼 格雷斯不留情面 拿起煤油灯 框框就是好几下 离开时 掉在地上的煤油灯点燃了窗帘 接下来上演的是婆媳大战 两个女人扭打在一起 战况十分焦灼 危急关头 格雷斯拿到桌上的木盒 狠狠砸向婆婆 另一边 消失大半天的亚历克斯 终于摆脱束缚 看到身受重伤的丹尼尔 他很崩溃 遗憾的是 丹尼尔没留下任何遗言就死了 难道是格雷斯干的 亚历克斯难以置信 直到在密室 看到格雷斯反杀婆婆的一幕 亚历克斯痛心疾首 认为这一切都是格雷斯所为 格雷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他做梦也没想到 最爱的人对自己起了杀心 毫无防备的格雷斯 轻轻松松就被亚历克斯抓住了 仪式继续 几人合力将格雷斯按在桌上 这次的柜子手 由托尼变成了亚历克斯 由于格雷斯的反抗 短肩并未刺紧心脏位置 甚至让他摆脱控制 此时天已经大亮 没有完成献祭 姑妈看向恶魔的座椅 祈求原谅 之后所有人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咦怎么没事 难道恶魔真的原谅他们了 不可能 就在姑妈举着斧头 砍向格雷斯时 诅咒应验 哄的一声 姑妈原地爆炸 之后一个两个 全都榨成了范茄汁 如此解恨的场景 格雷斯忍不住笑说了周角 最后一个是亚历克斯 他请求格雷斯的原谅 可惜晚了 格雷斯人间清醒 他果断摘下婚戒要离婚 至于亚历克斯 结局同样很炸裂 故事最后 身着血色嫁衣的格雷斯 伴随轻快的音乐 走出被大火吞噬的古堡 警察很快赶到现场 故事到此结束 与其说是一部恐怖片 倒不如说是荒诞的黑色喜剧 因此对胆小的人十分友好 结尾你全家都炸了的 高能名场面 谁看得不惊呼一声骨萃 深入故事内核 你会发现 影片在神秘邪点 阶级隐喻 以及女权意识等议题上 都有一些暗示 就算不考虑这些 它同样是一部 完成度极高的爽片 如果你喜欢血浆 喜欢稀稀古怪的 靠的设定 那么这部电影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 三连支持一下哦